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可以分为有限塑形的心路 跟安止塑形的心路 有限塑形的心路 其实就是欲界的心路 也就是说欲界心 所发生的过程称为 有限塑形的心路 因为欲界的心路 其塑形最多也只有七个 成为有限的安止塑形的心路 又可以分为塑那塑形的心路 塑那塑形的心路包括了 我们所说的正的世界塑那 跟无世界塑那 这种新所发生的心路 称为塑那塑形的心路 而一个会圣子入果定的时候 或者说一个禅塑主在正的 圣道 圣果的 那一刻所发生的心路 称为道果的塑形的心路 或者称为果定的心路 那今天我们就将一起来 学习有限塑形的心路 有限塑形的心路 主要是在欲界发生的 这一类的心路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随起的一门心路 随起的一门心路巴列 叫的 Banjatdwaran nubandaka manotwaraviti 由于这一类随起的一门心路 是紧紧跟在我们心路之后发生的 所以称为随起的一门心路 或者说随我们而生起的心路 还有另外一类是独立的心路 或者称为纯粹的心路 visun sita manotwaraviti 现在我们在这里就先讲一讲 随我们生起的一门心路 由如骨指是受到棍子的敲 敲一下 它都会回响很久 或者说会产生一阵阵的回响 同样的 当五根门受到相应的五所言撞击一次 在我们心路过程之后 过去的所言 就是由我们心路所体验到的 五所言 它仍然会持续地呈现 以一门 引发许许多多一门心路 由于这些心路 都是紧跟着我们心路之后生起 我们就称它们为随起的心路 根据我们心路 随起的一门心路可分为五种 就是随眼门起的 这些一门心路就继续地取 颜色所言为目标 随耳门起的一门心路 就继续取声音为目标 对于取气味为所言的 随鼻门起 一门心路我们取味道所言的 随时门起 一门心路跟 取处所言为目标的随身门起 一门心路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到底我们平时所说到的 看啊听呢 修啊长啊处 它们是如何发生的呢 它又如何被我们的心所认知的呢 我们现在在这里就讲一下 因为我们所说到的眼门心路 虽然说执行看的只是眼时那一刹那 但是真正能够很清楚的实之所言 并且知道这个是什么 那是紧跟着之后升起的一门心路所产生的作用 在从我们的心路里面 并没有能够如此清晰地清除的实之所言的这种能力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与当眼睛看到荷花是什么所言 我们是颜色所言 但是荷花本身是概念 由于它是由肉跟颜色构成的形状等等 然后我们就以这一个来 来举例说明 当我们在看到一朵荷花的时候 我们如何从一看一直到我们知道 这是一朵荷花 来说明一下 首先 执行看所言的是五门心路 但是纯五门心路只能够获取所言的信息而已 这就犹如我们所说的 好像拍照 它纯粹只是受到颜色 就受到光的撞击而已 例如这是有分流 有分流持续的不断生灭 那这个时候一个颜色所言撞击了 有分心跟眼门 在撞击的那一刹那 一个有分心生灭过去的 紧接着有分就波动了两下 然后就升起了一个 我们转向心 把心流拉到这个颜色所言 然后紧接着生起的是一个眼识 执行看 自己一个所言的作用 当眼识灭气就生起了一个领受心 然后再生起一个推度心 然后再生起一个确定心 它们分别执行 领受颜色所言 推度颜色所言 跟确定颜色所言的作用 然后就生起了七个素行星 继续地取这一朵莲花为对象 当素行星灭气之后 如果这一个所言是很清晰 它是称为极大所言 那有两个鼻所言升起 鼻所言灭气之后又落入了 有分流 即使是这一个眼门心 人家能够取这一堆颜色为所言 但是纯粹只是这一个眼门心 它只能够获取这一堆莲花 它的颜色信息而已 但是它并不能够知道 这个就是莲花 当这一个眼门心灭气之后 就落入了有分 肉干无数次有分灭气之后 紧接着生起了一个异门心 这个异门心灭就称为 属于彼此的异门心灭 Tata nu vati ka manodhara viti Tata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一个眼门心灭 Anu vati ka就是紧跟着转起的 升起的 manodhara是异门 Viti是心灭 这一个心灭再次远取眼门心灭 刚刚实质的所言 虽然 这颜色所言已经灭气了 但是现在这个异门心灭 还是取刚才 眼门心灭它所取到的颜色所言 然后呢 这个心灭就有一个 异门转向心 再加上七个塑形 然后有两个异所言 异所言之后 落入有份 这一种心灭 由于它并没有 涉及到眼识 没有涉及到根识 它是属于异门心灭 而这一个异门心灭 仅仅根知 我们生起所谓称为随鼻起 它也只是继续的取眼门心灭 刚刚实质的所言 当这一个心灭去之后呢 紧接之又生起了另外一个心灭 整体的实质 该所言 就是颜色的所言 组合所言的信息 将所言的片段感觉 组成一体 SAMU DAYA GAHIKA MANO DORA VITIT 就是这个 SAMU DAYA 是 疾 收疾 疾 就是 生起或疾 GAHIKA GAHIKA 的意思就是 把它收集在一起 我们可以说 这就是组合的意思 这一个心灭 可以说是 紧跟之在 五门心灭之后 升起的第二个异门心灭 这个异门心灭 整体的实质 已重复被前面两个 心灭实质的对象 这个过程执行组合的作用 它把 刚才前面两个心灭 所收集到的 这些 颜色的信息 把它组合成一个整体 就好像 我们点了一个火把 然后呢 把它快速的 一转 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的火把 是怎么样 是一个光圈 同样的 这一个心灭 它就是把刚才 所收集到的颜色所缘 把它整合起来 那当这个心灭 灭去之后呢 又落入有分 落入有分之后 又在很多的有分 灭去之后 又升起了 另外一个心灭 这个心灭 就实质所缘的颜色 它就知道 这是红色 这个心灭 异门心灭 灭去之后 又落入了有分 在 其多的有分 升灭之后呢 紧接着又升起了 另外一个 异门心灭 领会所缘的 形状 当这一个 异门心灭 灭去之后呢 那 紧接着又 升起了 另外一个 异门心灭 十字 这个对象的 形体 刚才呢 就是领受 现在这个 十字 当这个心灭 完绝了之后 又落入了有分 那紧接着之后呢 又升起了 另外一个心灭 就领会 这个对象的名称 NAMU KAI KA 他就知道 这是 莲花 等这个心灭去之后呢 然后又升起了 另外一个 一门心灭 十字 所缘的名称 NAMU SA LA KANA 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 辨识 对象的 名称 他就知道 这是 莲花 这是 说 当我们在 看到一个 对象的时候呢 真正 眼门心灭 或者说 眼识 眼门心灭 过程 它纯粹只是 起到 能够实知 对象的 颜色信息 然后再经过 一门心灭的 重复 不断的 加工 加工 要形成的 我们就知道 我们所看到的 什么 例如说 我们看到了 颜色 当我们看到 这些颜色的 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这个是蓝色 然后呢 当我们就知道 它的形体 发生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是 它的形状 它有这样的 样貌 当它知道了 十字名称的时候呢 我们就 把我们之前 的回忆 给它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例如说 看到一个人来 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谁来了 其实在这里 所讲到的 随起一门心目 还是很粗浅的 由于心生灭的 太快了 我们根本就 不能够说 在一个 随起一门心目 灭去之后呢 就一定是 升起之魔 其实呢 有时候 有很多的 随起一门心目 还是在 升起重复 之 刚才所看到的 那个颜色 就比如说 有些人 可以看书 看得很快 一目十行 执行看的是 什么心 是眼门心 当他看了之后呢 他还必须得 要知道 这是什么字 然后呢 还要 从他以前的 所认知的记忆里面 去知道 这些所表达的 什么意思 然后呢 再把这些字呢 再串起来 它又是什么意思 而如果他 其实他是看得很快 但是呢 我们说看 只是能够收集这些 我们叫做 白纸 黑字的 是属于眼门心目 然后当他收集 起来之后呢 那么 之后紧接着的 一门心目 就不断给他加工 加工了之后呢 接着又产生了 一个眼门心目 然后又无数个 一门心目 对所看到的 信息进行加工 然后又一个 眼门心目 又有无数个 各一门心目 给他加工 我们说到的 由于心的生灭 是那么的快 所以在一坛子 或者说 一眨眼里面 已经有 几十亿个心目 生灭过去了 那同样的 即使我们看得再快 我们的反应再快 但是呢 心目 他仍然还是 无数个心目 已经在那边 生灭过了 所以即使一个人 看得再快也好 那么他还是一个 眼门心目 跟无数个 一门心目 再一个眼门心目 跟无数个 一门心目 就这样 所以形成了 他 看一下东西 好像看一幕十行 看了他都能够理解 自 所看到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说的看 就是这么样来的 同样的 当我们去了解了 这种随起 一门心目的 发生之后呢 我们就很可以理解 平时我们所说到的 好像很多的现象 是同时发生的 就是这么样来的 例如说 当你们在家人 当你们在家里 坐在家里 开着空调 嘴里又吃着东西 又看着家庭影院 家庭影院又有 很精彩的节目 又有很 很好的音响 那你的眼睛 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屏幕的 精彩表演 你的耳朵 听的是什么 听的是那些音响 你的嘴里吃的是什么 吃的是零食 你的身体 又靠在沙发上 又享受着空调 那我们在坐在 这样的环境里面 感觉好像这些全部 都是同时发生的 是不是 会看到屏幕里面 所表演的 又一起在动 然后又有声音 身体又感觉会 很舒服 又一边的肠味道 但如果我们现在知道的 心路 它的很快生命之后 其实 它并不是说 在我们的心里面 是同时认知的 因为一个心 只能够缘起一个目标 或者更加 恰当的来说 一个心路 只能够认知一个目标 不可能认知很多的目标 由于心路 生灭得太快了 我们所说的 感受到 一种好像又有声 又有色 又有粗 又有味 这些其实是 不同的 我们心路 跟无数的 一门心路 交替发生 使我们感觉到 好像这些是同时发生 而我们的心 能够同时认知的 哪怕只是在一秒当中 我们的 眼门心 和异门心 都可以使之 无数次的 无数多次的 颜色所言 而同时 我们的 耳朵 在一秒当中 能够 使之 无数次的声音所言 跟紧接近的 无数次的异门心 也可以使之 无数次的 这些声音的信息 并对它们进行加工 由于这么样 所以在一秒当中 这些不同的 心动 在交替发生 交替 对这些信息 进行加工 所以我们 说 这些东西 感觉好像 同时发生的 其实 由于心路 生灭的太快 使我们 并不知道 不能够觉察到 它们是 是不同发生的 就是由我们的 心路去认知的 先不要说 心路发生的 那么快 我们就用 看电影 以前 看电影来说 看电影 在一秒钟 有多少幅 电影的胶片 过去 24幅 是不是 但是我们看电影 会不会感觉到 好像 会跳来跳去呢 还是说 感觉到它是一个 连续的过程 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为什么会这么样 因为它们都是 不断地发生的 但是由于 在一秒钟 它只是把它分为 24份 或者说 我们所看到的 是24分之一 在一秒钟当中 重复了24个影像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 这些是发生的 更何况 心路 它们发生的那么快 又有我们看到的 雨滴 它并不是一个小雨滴 而只是 总是呈现一条线 是不是 就是由于 我们的心 跟我们的义门 它会取以同样的一个所言 然后会残留一些印象 然后这些印象 就给我们的义门心路 提供了认知 收集 加工 再给它 给它一些名称 给它一些概念 等这样的一种机会 那这个就是属于 属于五门起的 一门心路 那接着呢 我们再讲一下 独立的一门心路 独立的一门心路 是指 这一种一门心路 纯粹只是 我们说到的 想 我们在思考 在想 而并不是说 当我们在看到了之后 发生的那一连串的思维 或者说 听到之后 发生的思维 它 哪怕这是我们闭上眼睛 或者说我们 好像眼光的发呆 在内心里面 还是一直在思维 这一类的 一门心路 我们成为独立的 一门心路 也就是说 这种心路 并不是发生在 我们心路之后 那 可能有的人就会问 为什么一门心路可以 不用依靠我们心路 就直接能够呈现在 一门里面的呢 在这里呢 我们就 来看一看 独立一门心路 有多少种 情况 可以作为所缘而呈现的 也就是 我们先来研究一下 独立一门心路的所缘 它可以分为几类 根据 法吉论 达玛 里面讲到有三种可以使一门心路发生的情况 第一是 叫做立他 立他的意思是 曾经体验过的 也就是说 有五门所体验过的 这一种呢 就是我们平时所说到的 记忆 或者经验 例如我们曾经看过的一样东西 那我们可以很久都可以回忆起来 是不是 是一种能够回忆起来 自己在过去曾经体验过的对象 成为立他体验过的 例如说 在小的时候 或年轻的时候 听过的一首歌 即使我们还没有 现在没有听到 但我们仍然还是对他 好像很熟悉 这个是由于曾经体验过的 被我们体验过的所缘 当我们的心 在取这种曾经体验过的所缘 为现在一门心所缘的时候 这是一种 而第二种呢 称为sut sut的意思就是 听说 当我们体验过了之后 然后又听他人说 说了之后 他会对曾经体验过的东西 虽然现在还没有 没有真的体验 但是他会有一定的经验 假如今天是早上 是端午节 那么我们说 今天是端午节 那将会有种子吃 那这个时候 你听说有种子 虽然说 你现在还没有看到有种子 或者说 你现在并不是正在吃种子 但是由于你过去 你曾经吃过种子 所以现在你 一听到今天有种子吃 你就联想到 种子在你的前面怎么样 然后体验它的味道怎么样 这些是由于听说了之后 你把你过去的经验 把它再跟你现在 所听来的这些信息 把它重合在一起 一次就知道 现在 是怎么怎么样 或者说 这种感觉 这种感受是怎么样 这是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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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另外呢 就是两者 就是两者一起 就是你既体验过的 又透过听说 然后呢 你听说的是 你曾经体验过的东西 那么这个称为两者 就是叫做 欧巴亚桑班达 或者更严格来说呢 听说呢 就是也许你并没有 从来没有 见过一个人 但是你经常听说 然后你就会对他 充满了想象 然后呢 这个时候 你说他将会来 那你将会去想象 他怎么样 怎么样 而对于说 两者呢 就是你曾经见过这个人 现在你听说 他要来了 那么你就又会去 去想象 他会怎么样 怎么样 或者说他来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的 相撞 这个称为 两者 就是对 这一种 听说来的信息 又有过去的经验 这是在 阿塔撒零尼里面 所讲到的三种 然后在 阿塔撒零尼的 摩拉迪嘎里面 就是在他付诸里面 又提到了 有另外几种 意思 萨达 萨达是信仰 或者信心 由于有了信仰 他也可以使一个人 祈祷一个所言 例如说 我们大家都没有见过佛陀 但是一旦提到佛陀 你能够把佛陀的形象 想出来吗 可以吗 可以 或者说 有些基督徒 由于他们对上帝 或对耶稣有信心 当他们 在祈祷的时候 他们也能够感受到 上帝的爱 或者上帝就在 关爱着他 或者说 有一些神教徒 他们相信某一类的神 然后他们会感觉到 好像神在保佑着他 等等 这些是有信心而来的 虽然这种体验 不一定是真实 例如说 如果我们说 在梦当中 见到佛陀 或什么 这些也许不是真的体验 但是由于你有了 这种信心 他仍然 他能够成为你 异门的所言 乃至到你坐在那里 你闭着眼睛 想着佛陀 难道你想着佛陀 是真的你见过的吗 不是 这是由于信心的产生 使对象所言 能够成为我们 异门心中的认识 的目标 还有另外一类 是喜欢 由于喜欢一个所言 然后我们就 经常会取的 这样的异门所言 例如说 你喜欢做什么东西的时候 那你就经常 你会想着它 即使你从来没有体验过 由于你很喜欢 你仍然 可以把这个 对象 当成你异门的所言 这个 就比如说 你喜欢幻想 喜欢什么 由于你喜欢 那个对象 所以 它可以成为你 异门的 异门的所言 另外一个是 一种想法 看法 或者说我们说到的 某一类的知识 那你对这一类的知识 你就会形成了 你自己的一套想法 或者观念 或者理论 例如说 如果你是学艺术的 那么你对艺术 你会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叫理论学说 或者说你的一些表达的方式 如果你是学电子的 或者说你是学直学的 那你对直学 它你以后会有 形成了一套的观点 或者你个人的观点 理论 这就是由我们所接受的观念 然后这些观念 或者这些学说 可以成为我们 异门所认知的目标 还有一种是推理 阿嘎勒 巴里维达克 阿嘎勒 的意思是形象 也就是各种不同的特征 巴里维达克 是推理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逻辑 透过A 我们知道B 或者说 透过没有A 我们知道B都不存在 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推理 这些推理可以由我们现有的一些经验 或者说现有的一个目标 我们将会 我们推理到 另外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但是它有可能发生的 或者说根据我们的经验 我们知道 有了某样现象发生 我们将会知道 紧接着另外一种现象会发生 例如说 现在突然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我们就知道怎么样 可能快下雨了 或者说 可以根据一些天象 例如说 如果天象的云像破续云 那么可能就快要下雨了 如果是 是早上出了雾 我们知道可能今天会天晴 这些其实都是推理 还有呢 例如说 数学 或者说很多那些 理论 逻辑学 这些 他们都涉及到很多推理的 这推理的也是属于 异门心动的作用 它就是 透过这种推理 然后得出的答案 透过A 而知道B 这种答案 也是我们异门心动的作用 它可以成为我们异门心动的对象 这四种呢 是在摩拉迪嘎里面讲到的 在其他的迪嘎里面呢 又讲到的 还有另外一些 可以影响我们异门心动所言的一些 那 我们可以说 夜里 甘巴拉 甘巴巴拉 就是夜里 第一 当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 由于夜里的成熟 他会怎么样 会看到夜 或者夜向 或者去向 这一种 在 临死 塑形的异门心 即使他再不愿意 但是他仍然还会看到 这是由于 他的夜 即将成熟 这种夜里 导致 他能够体验到 能够看到这些 而且有时并不是他想的 只要 他的夜 即将要成熟 他就可以看到这些 而同时呢 我们说 有分的所言 是什么 或者节省的所言 节省的所言 其实也是由于夜里 使我们体验到 节省的所言 而成为有分的所言 这种由于夜的成熟 而使我们 不想他也会浮现 这是由于夜里 造成的 还有另外 一种是神通力 一滴巴拉 一滴巴拉是指 透过神通 他可以影响另外一个人 或者说 透过神通 他变现出一些东西 而使 另外一个人看到 这是一个人的 显现的神通 使另外一个人看到 而成为 那一个人的 异门的所言 甚至我们说到的 有时候 我们可以用意念 去控制一个人 想什么东西 这个也是属于 这一类 另外 另外是 戒的动摇 达度 五百 达度五百 是戒的动摇 或者我们 更好理解 就是四大的不条 你有当一个人 在生病的时候 会看到什么 满天心 我们可以说 最明显的例子 是在睡觉的时候 做梦 做梦 很多时候的梦 是由于四大不条 造成的梦 例如看到山崩 看到发大洪水 或者看到自己 掉入了坑 或者说看到自己 在飞 这些是由于身体 地水火风的动摇 而使我们 在异门里面 呈现出来 这种呢 就是在四大不条 比如说一个人 生病 或者睡梦的时候 出现的 而由于四大的动摇 使我们 能够 看到一些景象 这些景象呢 是属于 你们的所言 还有另外一种呢 是叫做 也就是天神的影响 这里的天神呢 我们如果是 更精准的来说呢 应该是鬼神的影响 或者非人的影响 例如说有时候 有些叫做 天神爆梦 他会告诉你 什么什么 这些 这个就是属于 天神影响 或者说 这一种 异门心路 所呈现的 的目标呢 就类似民间 所说的什么 托梦 就是这一类的 当一个人 在睡眠当中 或者说 在精神恍惚的状态 或者说 有些人 在夜暴 已经 他的补上果报 成熟 他的夜暴 很低略 很低略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 强力的非人 类似附体 或者说 由于一些人 学了一些 某些 素数之后呢 邀请一些非人 来上他的体验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的一些 异门心的过程 或者他的想法等等 已经并不是他自己的 或者说 叫做什么 神志不清的时候 是另外一些众生 在控制着他 说出一些话 做出一些事情 他的神志 模糊 或者说 在睡梦当中 有一些过期的亲戚 已经去世了 或者说一些 天人等等 去把一些信息 告诉他 自己一类 成为天神的影像 或者说鬼神的影响 或者说鬼神的影响 还有另外一种呢 称为 阿露霸达 阿露霸达直接翻译成 水觉 水觉 类似我们现在所说到的 观照 或者观智 我们称为水觉制 这是一种 洛奇亚亚 就是世间制 它不是属于初世间制 现在大家 知不知道 什么叫四圣地呢 知不知道 知道 或者说 我们说到的苦 例如说苦 一旦讲到苦了 我们好像真的有体验一样 但如果我们对于苦 只是通过想象 或通过推理 那个只是接受的观念 或者说 纯粹是属于推理 这一类的范畴 而当一个人 如果是 能够去用观智 去照见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可以称为 用水觉制 去觉知 而对于涅槃呢 如果一个人 没有涅槃的体验 但他人人 也可以通过水觉制 他可以了知 诸形的坏灭之后 他将会有 涅槃的体验 那这也是属于水觉制 这种水觉制 是属于世间制的范畴 它是属于 异门的所言 最后一种 是正悟 马里就叫 BATTIVEDA BATTIVEDA的意思就是 直接翻译 通达 知力 是指 透过初世天制 而正悟涅槃 或者说 通过初世间制 他了知四圣地 这称为正悟 而通过世间制 这个称为水觉 初世间制 翻译成为正悟 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 如实之 如实见 YATAPU TANG NYA NA YATAPU TANG BATJA NA 或者TASNA 这是属于正悟 那这些都可以 是异门心动的所言 或者说都可以影响到 异门心动所取的对象 在19、20世纪 缅甸伟大的 论师 LADY SEATO 他就曾经对这些异门心动 进行了概括 LADY SEATO 举了异门心的几个来源 他说可以从以前直接体验到的 或者根据以前直接体验到的 再加以推测 或者有一相信 有一观念 有一推理 等等 之后所接受的一些观念 一些见解 还有可以透过业力 神通力 四大步调 鬼神的影响 观教跟真悟等等 LADY SEATO解释 如果一个人只是清晰地体验到某一种目标 哪怕只是一次 即使过了很多年 哪怕过了一百年之后 有一次一种目标 在阴言具足的时候 也有可能令到有分波动 已经受到过去体验 滋养的心 是非常容易受到他们的影响的 当他遇到胡所言的任何一种的时候 这种所言就能够触发一连串的心流 而使之上千根过去所体验的目标 例如说 我们在街上 走过街上 突然听到一首歌曲 一首很多年前歌曲 我们一听到这个歌曲 然后立刻引发出我们的一连串的回忆 在过去怎么怎么样 或者说我们经过某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曾经发生 你在那里发生过什么事情 那么你要经常去联想 然后回忆 就是这种情况 不断受到这些过去体验所刺激的心流 他们时时刻刻在寻找这机会 从有分里面出起 以清晰的实质目标 因此有分心里的作意 所不断的令到有分波动 以及不断的把心转向以 由于因缘已经居住而呈现的目标 即使有分心已经有它自己的目标 但它还是倾向于取其他的目标 由于有分心不断的蠢蠢欲动 就是经常波动 当某一个目标 居于其他的因缘而足够明显时 它就能够使心流 从有分心当中拉出来 而表现为一门心的目标 那在这里我们就知道 我们所谓的记忆回忆是怎么样来的 如果我们再从阿比达摩德 或者说从观止的角度来分析所谓的记忆 那么记忆其实只不过是一门的所言而已 是不是 但是由于我们一直拥有执着所言的这种特性 或者说居于所言 我们心习惯性的不如理 所以认为它是尝了乐的我的镜子 于是我们认为那些记忆是真实的 由于这种记忆 对我们来说好像它有一种连贯性 于是我们会认为 可能这些是我过去怎么样 我过去怎么样 但是呢 透过观止 我们会发现到 例如现在 大家回想起20年前 发生了一件事情 例如20年前 某一个人对你说过一句话 那句话太刻骨铭心的 所以使你现在一旦想起 你都历历在目 很清楚 那你就感觉到 有在身临其境 仍然是回到过去那个情景一样 然而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过去说句话的那一堆名字 把灭去了没有 早已经灭去了 过去所说的那一句话 已经灭去了没有 已经灭去了 那过去所谓听的那一堆名字 把那一个人灭去了没有 早已经灭去了 灭去了 如果真的他们可得的话 拿过来 把那当时的声音拿过来 可以吗 过去灭去的早已经灭去了 灭去的东西 不留任何的痕迹 当时 我们的耳门心动 跟义门心动 在体验这些的时候 那么当时的心 其实也已经灭去了 当时所说的那些声音 被当时的耳门心动 跟义门心动 死之之后 立刻就灭去了 但是由于 之后的耳门心 它不断地再继续会 取所体验过的目标 然后 如果再不断重复地取 这个就形成了 一定我们叫做印象 而由于我们的心 又有一种能力 它能够再继续取过去的目标 在之后 再去取过去的所缘的时候 那么过去的所缘 其实早已经灭去了 只不过现在 所谓你感觉到 很真实的记忆 只是现在 耳门的目标而已 是不是 那现在的耳门心 能不能够持恒地 保持下去呢 不可能 它还是刹那刹那生灭的 由于过去的那些 东西 它可以形成一种概念 或者一种印象 重复地给我们 现在刹那刹那生灭的 心所认知 而我们的心 又习惯性地会执着 所以所缘是我的 或者我 或者说他 或者说有人 以是呢 对于自己的 这一堆名色里 我们又习惯地执着 这个是我 我能听 我能看 我能想 以是就形成了 好像 我们的生命 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但是 从究竟的意义上来说 它只是一个所缘而已 所缘也许是不真实的 因为 我们的异门心 能够取过去的所缘 对于我们心的人说 我们心只能够取现在所缘 就是说 现在存在的 它能够取到 过去的不能取到 但是异门心 可以取四种所缘 第一 是什么 现在所缘 可以取 第二可以取过去所缘 第三可以取未来所缘 我们讲到的回忆 就是异门心的 起过去的所缘 我们说到的计划 期待 想象 憧憬 这个是起未来所缘 还有起离时的所缘 例如说 纯粹的概念 概念是没有时间观念的 或者说我们起 所谓的时间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概念 概念是属于离时 就是没有时间的所缘 所以我们的异门 有这样的能力 有这样的作用 它能够取到某一种 记忆 之后成为现在正在生灭的 异门心路的目标 所以我们感觉好像过去是我的 现在还是我的 只是它不再重复 其实并不是怎么样 同时我们学过了这些心路之后 我们现在就不要去怪说 有时候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我不想去想它 但是它自己跑来的 其实由于我们的心生命得太快了 如果我们的心不去转向于它 它不可能生气 在这里我们再讲一下 异门心路在什么情况下 才会生气呢 异门心路 这些心 它是不是有违法 是不是 它是有违法 还是离开因缘造作的 有违法 对 它是有违法 就必定有它形成的原因 也就是说 异门心路 心要生气 必须得具足种种的因缘 而不可能说 它纯粹只是生气 它不用依靠条件的 那到底异门心的因缘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下 因不有了心所益处 才会有异门心的生气 或者说我们说的想 想这种心 必须得也有物质的基础 在无印的时间里面 它必须得有物质的基础 只称为 心所益处是它的益处 还要有所缘 同时 它还必须得具足 益处 益处 它又可以分为 三种 一种是有分益处 有分益处就是指 如果没有有分 那异门心都不可能生气 同时还有前生益处 这前生益处 它包括两种 第一个塑形的前生益处 是异门转向心 而第二个塑形的前生益处 是第一个塑形心 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一个心 接一个心的灭去 才会有厚厚的心生气 同时还有巨生益处 因为心不可能单独生气 它必须得伴随着一定的名法 例如说 我们说回忆起过去的一首歌 那么这个时候很可能 会是一种贪的塑形圣经 那贪的塑形 如果拥有斜见 它可能是又有欢喜的话 它可能是二十个心所 那么变成说 一个心再加上十九个心所 这十九个心所 就是它的巨生益处 同时还必须得要有座义 异门转向心的座义是很重要 如果没有座义 那所言也不可能呈现 因此在异门心中里面 所言并不是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 由于心的力量 由于座义的力量 我们可以把心转向于所言 例如如果我们两个相识 我们两个曾经是好朋友 那这个时候 我叫你想一想 过去怎么怎么样 那这个时候 你的心立刻就会去作为 其实就是把你的心导向过去 所曾经体验过的 把过去所体验过的 那一些所言 成为你现在一门的所言 这个就是我叫你想起什么东西 如果你的心没有导向 座义过去的一些 曾经体验过的所言 那么会有现在你所说到的 我想或者说我回忆 这种异门心中的所言升起吗 会不会没有 因此呢 在异门心中里面的作意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你去想它 你去取它为现在异门心中 虽然所言可能是过去的 但是你现在异门心中 是可以取过去的对象 为现在异门心中的对象 那这就是作为异门心中 塑形它的四种缘 也就是说我们说到的 平时所说到的 想啊 回忆啊 推理啊 等等 它都必须有这些缘的升起 其中任何一种缘 缺乏了 都不会有异门心中心的升起 那好 我们今天讲心 就先讲到这里 那么明天呢 我们就再继续来讲 所言跟心之间有什么关系 再讲 先我们再讲三种所言 跟我们说 为什么 我们在体验到不同的所言之后 有不同的心发生 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